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我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在一张图里面绘制多个子图 今天这节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生成多张图 注意一下这两个概念 一个是在一张图里面生成多个子图 另一个是直接生成多张图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待会我们实践一下大家就知道区别了 今天的概念也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先生成一个图 然后在这张图上生成一个x势力 好,这个是我们画的一张图 我们先运行一下试试看 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生成的一张图 然后我们再多增加一个figure试试看 好,我们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同一个时间产生的两张图一张是figure1 然后另一个是figure2 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生成了多张图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子图的概念呢有一点区别 大家需要注意的 是因为呢我们是直接用了多个figure对象 在上面的子图概念当中呢我们适用的是add subplot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今天的作业呢也就是大家课后自己创建两个图就可以了 也比较简单 好,今天的课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